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啥什么实质内容 台词也没几句 拦主寻思 这就完了吧 这是个什么 工钱第二天就妥妥的打进了账上 虽然这份工作怪怪的 但是也不是犯罪 先坐着呗 之后拦主继续接这些活 这次是去咖啡店 点特定的咖啡和汉堡就结束了 感觉一点点意义都没有 旁边的客人还撩骚女服务员 说什么你穿的衣服真漂亮 拦主这一扫眼看到这客人扔的烟盒上 竟然就写着你的衣服真漂亮的台词 也就是刚才说过的 拦不成身边的人也都是演员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惊天大秘密 拦主赶紧去问公司的人 也没得到什么答案 工作还得继续做 这次是找一个叫做东海林的先生 拦主因为口音的问题 把名字给说错了 结果周围所有的路人都定住不动 看着拦主还对他摇头 在东海林先生的指点下 才把名字练对 周围的人又开始正常行走了 这是什么情况 时间禁止吗 你们这样我会想歪的 再看看周围 俩兰的对话 台词全都写在旁边 似乎身边的所有人 都是按照台词本来对话 拦主的精神是濒临崩溃 去心理医生那边问问 结果无意间看到医生面前的白纸上 也写着他刚才说的话 也就是说医生也在练台词 简直惊讶到怀疑人生啊 拦主急匆匆的跑出医院 一头撞到了清洁工 这个清洁工不是之前的东海林先生吗 怎么现在又演起清洁工起来了 东海林先生把拦主拉到个角落 告诉他 这个世界的所有人 都是在练他们的台词 这就是人生 而且人生也是有主演和临时演员的 咱们就不用说了 肯定是临时演员了 但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 东海林先生当然也不知道 他一出生就是这样 其他的人一辈子念着自己的台词 还不自知 他们俩比较特别 所以才会被委任 实演很多不同角色的临时演员 男主不解呀 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说话呢 但世界的规则就是这样 说着 东海林先生漂亮的女儿 突然走进来 原来他就是第一次 男主在广场对台词的时候 看到的那个漂亮妹子呀 东海林先生还挺激动的告诉男主 也许他一直当临时演员 兢兢业业的 所以这次有了个演主角的机会 台词还挺长的 什么我这一生三十年来 每天都把市政府擦得干干净净的 什么之类的 好几句呢 男主也恭喜他 回到家 男主又收到一封信 又是他的剧本 上面写着 回家后打开电视机 听到一则男主认识的人跳楼的报道 男主赶紧开门开电视 还真的是跳楼新闻 这跳楼的人不就是东海林先生吗 难道他晚上说的让他演的主角 就是跳楼的这个 果然东海林念出了他之前说过的台词 我一生三十年来 每天都把市政府擦得干干净净 最后落得被裁员的下场 我反对等等 男主赶到现场大声质问 难道你为了演续要去死吗 值得吗 东海林先生骄傲地承认 今天他就是主角 说完就跳了下去 周围的人还照着各自手上的台词本 念出一堆吃瓜群众围观说的说辞 什么好可怜呢 买了保险之类的 这下彻底刺激到了男主 质问大家 为什么不按自己的话说 每个人都应该主宰自己 他再也不要当什么临时演员了 结果回到家 男主的房子就被人占了 这也就是说有人代替了他 去外面吃点东西 结果不按台词练 所有人根本就不搭理他 根本就不给他吃的 即便这样也要咬牙坚持 实在饿都受不了了 就去找别的乞丐求助 想着别的乞丐 应该也拒绝说台词 所以没饭吃的吧 结果 乞丐也是按照台词本 跟男主对话 走投无路的男主 不得不回到那个神秘的公司 妥协投降 然而这次对方给的可不是一句两句台词本 而是整整的一大堆 是他这辈子的台词 也就是说 他的一生都要严格的按照这些台本生活下去 而且连他的老婆都指定好的 似乎不答应也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因为他就是临时演员 男主啊 你就知足了吧 给你安排的媳妇还不错 要是给你安排这个 看你还老实不老实 之后的一年 男主跟周围的人一样 严格按照每个人的剧本生活 这天一个黑衣妹子突然撞到了他 这一看 这不就是神秘公司 给他安排的媳妇吗 下一步就应该直奔酒店了吧 而此时 东海玲先生漂亮的女儿也走了过来 他是从来都不说话 也不练台词的 难不成 他也是一个内心拒绝当临时演员的人吗 此时此刻 男主下定决心 再也不要当演员了 走到东海玲女儿面前 告诉他 人生不是按照剧本演戏 如果可以 希望他能跟他一起 离开这个愚蠢的世界 我想认识你 你叫什么名字 东海玲漂亮的女儿 含糊中 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显然是答应了男主的告白 难道他们两个 真的就可以抛开所有的规则 独立生活下去吗 然而 在不远处 漂亮女儿遗落的台本上 这一段表白 男主所说的每一句话 以及他的答复 完整地描述在了剧本上 也就是说 东海玲的女儿 也是严格按照剧本在演戏 男主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宿命的疗口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得不承认 岛国人民的脑洞还真的是很大 但是也同时给了我们很多思考 这个有点像我们身边那些无法挣脱的思想枷锁一样 比如说女孩到了一定年纪就必须要结婚 必须要生孩子 男孩要努力埋头工作 买房买车娶老婆 似乎这个社会就不允许出现任何不同的生活方式 每个人都要按照别人一样的方式去过日子 要不然就会被人看成是异类 然后在耐心的游说和指责下 让每一个人都回归所谓的正规 我有时候会思考 是因为我们异常敏感 需要别人和我们一模一样 才会有这种安全感 还是因为我们的控制欲真的太强 需要别人听话才能被接受 真正的答案可能就在你们的心中 我是恶斗 一个让你沉迷于故事的讲述 浓缩电影精华又不失它本来的魅力 扫描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等待你的发掘 扫描它然后带走我